振奮人心的太古表演 为万华老人服务中心开幕仪式 增添热情与活力 搬新家的万华老人服务中心 9月20号在福星社宅正式开幕 并委托财团法人、天主教 失智老人社会福利基金会经营 社会局长姚淑文表示 新的场地不仅明亮宽敞 还有可以看电影的大荧幕 以及按摩休闲区、建脑上网区 油压式健身器材等 期盼崭新的环境结合在地服务 能够提供长者更好的照顾 我想万华区的一个长辈 其实老人来讲的话 他其实最需要被帮忙的人数 其实特别多 那早期的时候 其实我们对于万华 本来就设有两个老服务中心 有别于其他的一个区 那这一次其实我们 把整个一个老服务中心 重新前移到福星社宅来 也希望提供一个更好的环境 然后让长辈在一个开阔的空间里面 那在这里面有些交易 跟我们相关的一个老人的一个问安的活动 那我想我们结合当地在地的志工 以及在地的这个服务 来服务我们在地的长辈 那这样子的一个服务上 也特别感谢 是这老人基金会愿意全力来奉献 然后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关怀与服务 在万华地区其实我们弱势的长辈 其实是特别高的 那尤其是独居的一个长辈 那因此呢 在这样子的一个协助上来讲的话 他们可能平常要问安的服务 然后要这个所谓的送餐的一个协助 那甚至在独老的关怀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他能够走出家门 所以也特别透过一些活动的设计 跟志工的一个访问的部分 能够来帮他们搭起一些桥梁 那另外的话 就是说万华当地的一个长辈 我们也希望他们除了所谓的 这个社区的一个活络之外 那我们也希望他们能够来这里 然后呢大家可以参与一些健康 然后相关的活动 然后也能够增进他们的一个身体机能 我们希望未来这里 真的是跟如同我们邀居长说 这个是大家第二个家 那我们希望能够让大家来了 感受到真的是一个温馨的家 充满爱心的家 互相彼此关怀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高龄化的这个社会 非常强调 我们又活得健康 健康的高龄 健康的高龄 不是生病的高龄 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孤独 不要打败孤独 要摆脱孤独 常来这里跟大家互动 跟参与社会的服务 社会的活动 那这样让我们活得更有尊严 开幕典礼当天市议员郭昭炎 及当地万华区里长 以及万华区区长都到场共享盛举 除了感谢万华老人服务中心 对长者们的照顾与服务 也欢迎长者们多加利用 福星社宅盖的真的是像豪宅一样的 我们的老人中心 有可以在三楼 在这边 在为我们的里民服务 是我们万华区的服务 可是对于我们福星里是 特别的方便 不用搭车 不用那个 就在邻居而已 我们的住屋住在楼上 就是要下来我们万华老人中心 真的是很方便 老人中心这块 在服务老人 是真的是无微不至 他们的爱心 他们的耐心 他们的专心 来为我们的老人家来服务 真的是做的是非常的好 感谢他们所有的志工 所有的服务人员 那我实际鼓励我们的里民 虽然在我们的里内 可是我们就要每天来 这边有共餐 有人可以讲话 有游戏 有课可以上 还有电影可以看 所以说 这个是最佳的地方 因为它不是只有节庆活动 平常他们就非常的认真努力 是身心灵全班会的照顾 因为从他们的课程 从他们的活动 从他们的一些关怀照顾的 所有的 所有的一切 我真的可以感受到 台北市在我们外华区 虽然落实长辈最多 但是还好有你们 对不对 对 谢谢议员 而且我今天一来 主的大大不同 因为我们的新的国家没有改建了 那只好要搬来这里了 那其实在以前那个地方坦白讲就规划得不错 只是一个场地比较小 要有一些 那可是到这边来 我发觉你看 刚刚这个荧幕 这个荧幕绝对不是只是一个接牌而已 也不是只有看电影 它后来还有很多的卫教的课程 可以用这个来进行 所以这非常棒 然后整个空间规划很活泼 因为长辈不是老了就是死气沉沉 也要活泼也要快乐 身体才会老 才会健康活到老 对不对 对 社会局长姚淑文表示 台北市现有13家老人服务中心 万华区因独老众多且议题多元 在地运用两个老人服务中心提供服务 未来也将持续优化各区老人服务中心活动空间 以全方面推动预防性照顾服务 实现在地安老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 咱们 尤其还要 谢谢大家